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跟大陆外交部长王毅 周六在通话讨论乌恶的局势 但是同时国际帕运委员会IPC爆出 在北京冬奥帕运开幕式的反战演说 明显遭到大陆电视台的审检 IPC主席演讲强调 绝不能违反奥运和平的修战精神 结果这个反战内容在央视播出时 没有被翻成中文还降低音量 现在委员会已经要求央视说明 时隔24小时还是没有得到诡印 另外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六向大陆外交王毅表示 全球都在关注哪些国家支持自由和主权基本原则 暗示大陆应该要对乌俄局势做出明确的表态 而乌俄局势持续升温 美国国务院也在周六的时候再次警告了女俄公民赶快离境 美国女子篮球女球星却是在同天就遭控了十毒品 被俄罗斯在机场拘留 俄罗斯航空也宣布从8号开始停飞所有白俄以外的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开启小铃铛